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利率上升 所以他们现在出现了债券价格降低的一些压力 10月31号之前 保险业者公布这些财报 会不会影响保险业者他们的财报上面的未实现的亏损 那么现在其实金融圈都在担忧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10月31号之前要注意 好 另外呢 美国11月6号就是其中的国会选举了 到底现在川普四处的开动这个贸易战 会不会影响他的选情 那么势必会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贸易战会产生影响 就他的反应其实是重要的 那另外呢 这个礼拜就是10月底了嘛 好 那11月1号开始 全世界包括了欧洲 美国 亚洲 中国大陆 都会公布采购经营人指数 那么贸易战有没有影响到实质的经济面 然后影响到了股市呢 会不会影响到实质经济面 也都是那么这个礼拜观察的重要指标 好 那么我们两则新闻 一个呢就是昨天在美国 宾州Peaceball 松鼠秋社区的一个犹太教堂 然后出现了史上最血腥的反犹太枪击案 是不是史上最血腥 我其实我必须要说这个纳粹 他对于犹太的种族屠杀当然更血腥 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这一个反犹太的枪击案 因为他明显的就是一个反犹太的行为 暴力行为造成11个人死亡 6个人受伤 里面的这一位凶手 他其实目前只是受伤而已 他呢就就这个在喊话 他说这个他说犹太人正在对他的同胞进行种族灭绝 然后还说呢犹太人帮助中南美洲的移民 大军偷渡美国 所以他会希望他们都去死 他说的都是假的 他说的都是错的 可是他显然是坚信这件事情 最可怕的不是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非我族类已经已经造成了我的伤害 所以这种这种情绪性的这种 如果本来只是情绪性的仇恨 然后变成攻击性的仇恨 那美国社会的被撕裂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那最后我们还是来谈一下台铁 台铁的普悠玛列车翻覆之后呢 其实台铁有对于普悠玛所有的列车举行特别检查 但是这个特检呢 台铁说他们已经完成了 然后一切OK都通过了 可是特检的一些相关数据 以及特检的方法是什么 都不对外公布 说这个是叫做侦查不公开 我其实不是很懂你知道吗 就是翻覆的那一辆普悠玛 它的相关数据你可以讲说侦查不公开 因为在检察官那边 但是你其他的特检跟侦查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懂了 那蔡英文总统说 对于台铁累积多年的问题 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下令要总体检 而且说台铁的改革没有上限 改到好为止 我其实不是很懂这个改革没有上限是什么意思 是指人没有上限还是指钱没有上限 我不是很懂 就是说如果以人没有上限来讲 台铁局长下台了 那这样算不算改革没上限呢 不算嘛 我们都知道不算嘛 那你是指哪一个部分没上限呢 我觉得台铁要改革 真的是还是看人 他当然需要外部的力量去帮他总体检 总体检完了之后 提出他真正的改革的方向 但他真的需要一个大刀阔斧的人 这个人不是总统 也不是行政院长 而是要有魄力去任命一个 虽然他是一个三级单位 你知道他是一个三级单位 其实台铁局长的责任很重 可是在文官体系里头 他的值等又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呢 这个改革无上限 你要有一个很有魄力的人 然后愿意愿意 我觉得不要讲说得罪台铁工会 我比较同意的是说 他能够有足够的魅力 去说服台铁工会 然后愿意大家真的捐弃全建 然后去全新的完成台铁的改革 这件事情不是喊个无上限 改革无上限很空耶 这比这比彻底改革还要来得空 因为什么叫无上限 是人还是钱的无上限 先说清楚嘛 但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对的人 然后这时候你说 我愿意给你的经费是无上限 那我就同意了 砸钱啊 人对了之后呢 其实台铁是需要砸钱的 我站在台铁这一部分的地方就是 他有很多地方是是 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成本计算 他有太多政策任务了 这些政策任务 政府就应该要补贴他 那属于他的部分 那他就必须要完成他自己的改革 好 这个是台铁改革这件事情 太有趣了 无上限 好 回到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 陈欣慧 Jimmy来了 台湾网路纪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协会 理事长 也是AppWorks 支出创投的创始合伙人 林志成 Jimmy Jimmy来了 风景早 各位Facebook直播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 还有广播的 该赶快换过去Facebook的朋友 大家早 好啦 也欢迎脸书的 这一个News98官方粉丝团的朋友 一起来收看直播 我就知道 Jimmy会帮我预告这个脸书的直播 不是啦 我跟你说 上次凤欣办了一个Facebook直播的脸友会 你看你们听广播的就没办法参加 我有广播属于广播的 然后脸书要属于脸书 这样子我都没有得罪 好 吓死我了 我在脸书上面公布的事情就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第一个话题 是固能 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科技的专业商业咨询公司 它预言了明年2019年的科技大预言 十大预言 它每一年固定的 对啦 其实它几乎每一年都会来讲这个 那它其实也过一阵子都会讲 它所谓的那个科技采用的曲线 然后每一种不同科技到在它那个曲线的哪一个点 成长期 高峰期 然后 然后下滑期 这样等等的 对 所以它 最近公布了 他们预言明年的十大科技趋势 包括这个 自动驾驶的各种东西 包括 Augmented Analytics 就是 这个中文的好难翻 Augmented就是 自动化的相关的物品吗 不是 Augmented是 是增强的 对 有被拓增的 拓增的数据分析 然后 AI Driven Development 就是这个 人工智能来驱动的发展 Digital Twin 就是你的个人的一个数位的双生 数位分身 数位分身 Empowered Edge 就是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 然后 Immersive Experience 就是AR VR 然后 Block 10 区块链 Smart Spaces 聪明的空间 还有包括 这个 隐私权 Privacy and Ethics 还有Quantum Computing 量子运算 量子运算 这是他们觉得 2019年 大家需要关注的 十大 好多 对 十大科技发展 其实 我觉得如果 在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 然后有兴趣做 真正长期投资的人 其实我认为 这十大预言很重要 好机会 对 因为我们觉得 明年的投资的 Valuation会蛮合理的 那这些东西 因为它会跌到 它合理价位 对 那这些东西的十年 都是 几乎他们提到 这十个东西的十年 我觉得都是很看好的 好 那这里面有你最看好的吗 十个也 因为太多了 对 我最看好的 当然是这个 就是Autonomous Things 跟这个Block 10 区块链 就自动 AI相关的 跟强智慧 以及 不是 Autonomous Things 是自动化物件 自动化物件 然后跟 AI Driven Development 就是人工智慧的 反正人工智慧相关的 我都觉得蛮看好的 然后区块链相关 我都蛮看好的 那这样子 你这里面就大概 包括了四五项了 对啦 就是说这只是分类的问题 就是说 一个新的Per-Dampship 大家怎么把它 归类 可是其实归类是很难的 有时候你从技术去切 有时候你从领域去切 要怎么切 其实是蛮难切 其实你就知道说 固能其实连挑选的时候 都很困难 只好把一个大的方向 再区隔成为一二三四五 这样子 对 这是最难的 你到底要从哪边一刀切 直的切 橫的切 太难了 在这里面有一些 这个重要的发展 我要特别请教这个 Jemmy 来为大家稍微的剖析一下 那么 其实我觉得 自动化的相关物件 因为物联网啊 等等 我们稍微比较理解一些些 这里面其实也跟 AI有关 但是一般人可能现在 最近比较常听到 边缘运算 我觉得边缘运算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那你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边缘运算 他在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是这样 在物联网的世界里面 一般来讲是 在我们身边的各种不同的这些感应器 他在负责收集资料 那收集完资料之后 把资料拉回去 中央 云那边去运算 做AI运算 然后AI运算栏 AI运算栏再送回去 结果到所谓的边缘 那这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这个资料量越来越大 比如我们现在有影音的资料 3D的资料 或者是资料的及时性 越来越需求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在做 车子上面的自动驾驶的 这个AI的运算 那我就等不及这个资料 跑上去再跑上去 运算完再跑下来 对 所以现在接下来的发展 就变成说 我们在边缘这边 比如说车子上 比如说这个无人机上 等等这些边缘 他必须要 自己要能够做AI运算的能力 但是这个边缘的device 现在讲求的是 这个要低耗能 然后要小 那但是可能 可是又要搭配有强力的 这个AI运算能力 所以我要怎么样 把AI的模型去缩小 然后在边缘这边的晶片 又能够在最小耗能下 达到最大功率 因此我能够让边缘 预算变得可能 这个大概是接下来 5到10年 computing跟AI发展的 这个最重要的领域 它为什么非常的重要 的原因是速度 速度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有的时候这个边缘这边的 network不是很好 哦 就是它不见得能够有很好的 这个就像我们网路 偶尔会断线 它没办法回送到云端 对 回过头还是速度的问题 但有的时候就说 它根本就不practical 我根本没有办法等到你把 这么大量的video送回来 你比如说像自动驾驶车 我如果等到你送上去再送 即便我们觉得它速度很快 可是就很多很高速的 一些处理来讲的话 其实速度都太慢了 太慢了 对 就如果说是以 比如说车子一两百公里 在驾驶 真的完全没办法 等你把资料送回云端 当场就要做决定了 所以它必须做立即反应 反射性反应 对 这有点像那个士兵在前线打仗 如果已经要枪战 你不能再问这个 HQHQ我下一枪要往哪里打 来不及了 其实这个边缘这两个字 应该是 这个是模仿了这个 我们脑神经当中 我们有所谓的边缘系统 我们的边缘系统 其实就是属于 这个反射性动作的来源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碰到热水 我不会等到说 哎呀传到我脑袋说 这个很烫很烫 你赶快缩手 再指回来说叫你缩手 不会 我们会碰到热水的时候 就立即反应 然后接着脑子里头才知道说 这个很烫 其实那个边缘反应 就是我立即的反射性动作 其实开车开久的 你都会发现你 其实开车没有在用大脑 对对对 你已经训练到你的边缘 直接做决定了 这样脊椎就可以 直接做决定了 可是这个边缘 边缘运算 它现在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 又要强 又要不耗电 又要体积小 又要体积小 这是最难的 它必须有强大的运算能力 对 所以未来几年 那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 未来几年这个相关的这个半导体 在这一部分如果发展的好的 还是会很厉害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开始 你会看到一些IC设计厂 在开这种专为某种边缘运算应用 所设计的IC OK 所以这一点边缘运算 如果你熟悉了 然后你真的知道这个趋势发展的话 其实我会认为这些相关的公司 它其实未来成长性是可以预期的 对啊 比如说你看Qualcomm Qualcomm最近它整个策略改了 它手机这边 当之前是手机的晶片的王嘛 但是手机这边成长已经停滞了 对 它现在就改去开什么 Google的智能表的特用的晶片 这就是高通的新策略了 对不对 新策略了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湾网络及电子商户产业 发展协会理事长 林志成 杰米 他也是支出创投的创始合伙人 那么也欢迎 News98官方粉丝团的朋友们 一起来看脸书直播 好 讲到固能的2019十大科技预言 我们刚刚讲边缘运算 对不对 好 我再问两个 一个是数位分身 然后另外一个是增强智慧 其实都是你刚刚所看好的 AI的区块跟这个区块链的 这一个部分这样子 数位分身其实就是 我们为了要预测 凤鑫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必须把凤鑫 对凤鑫收集的所有的资料 在数位的世界去create一个 你的模型这样 然后用 好可怕 其实我们在做气象预报就这样 我们在电脑里面 去做一个地球的模型这样 对对对 我们去做了一个地球模型 然后我们以至于可以去预测 地球的下一秒的气象会变怎么样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预测得到 大自然如何变化 但并不想要电脑能够预测得到 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而且比我还清楚 但你就说最基本你老公 一定想知道 因为如果你下一秒要生气 他就不要惹你了 就是跟气象预报一样嘛 几分三十年还不知道 那对不对 那就是说对于品牌来讲 他也想要知道你下一步 想要买什么 那其实我觉得供给方去知道 需求方下一秒的需求 其实是好事 因为他可以减少浪费 然后他可以让你不会再去接受到一些 你根本就不想看到的广告讯息 如果供给方都知道你下一秒要的是什么 他可以提供你真的你想要的东西 真的你想要的讯息 这个世界是比较有效率的 我当然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想问说 数位分身这样听起来 现在难道不能做到吗 现在感觉上面 其实我们已经在网络上面很多的活动 他都已经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电脑足迹 然后去运算出来 觉得我最有兴趣的事项了 对不对 可是这样还不够 数位分身还不够 非常弱嘛 现在其实我们你看到的广告都已经是 他尝试着根据你的足迹 去猜测你下一秒想要看什么广告 但是现在猜得很不准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去上了一个网站 逛了一个商品之后 我就已经买了 可是这个商品的广告还每天跟着我 就是他根本没有 不知道我其实已经买了 或者说他一直去 比如说我去某一个旅游网站 查了一个什么国家的机票讯息 然后哇这个国家旅游资讯 就一天到晚跟着我这样 因为我查那个机票讯息 可能只是我因为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想要跟人家讲这个资料而已 或者什么嘛 但是我们的那个模型还见得不够好 还不能那么准确的预测你 不过你就想象说 现在有点像是气象预报 三四十年前的那个样子 那数位分身还可以如何的进展 它的困难度在哪里 困难度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数据的收集 其实关于你的很多行为 你当初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 我们还没有很 就说即便是现在这个手机 我也还不知道你到底人在哪里 上一秒做了什么 所以说随着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物联网 跟augmented analytics 你等一下下一个要讨论 对增强智慧 对这个之后 这都发展起来之后 那我们可能收集你的数据越来越完整 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建的那个人的那个模型 那个模型本身也太简化了 人的这个情绪啊思考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理性的 人真的不是理性的 没有没有没有所谓的理性这件事情了 好 理性是一种期待 一种期待的一种光谱的极端永远导致好 所以说我们要必须要能够见到这个复杂 这么复杂的模型 能够能够去真的反应你的每一个决策的这个 神经元的这个讯息的传递 这个是很难的 就是这个人到底这个 这个动作背后的情绪反应是什么 如果能够理解的话 他就真的可能比你还了解你 应该讲说如果我们能够在 我们的人的这个大脑里面的神经元 是好像这个十亿这个 十亿的这个 没有三兆还是多少兆 忘记了 反正用兆来算吧 Anyway反正 反正它就是某一个数量级 如果我们能够建出这个数量级的 的这个类神经网络 那就可以去模拟你的 很恐怖 很复杂 对啊 所以欧洲跟美国 好像中国大陆也有 他们现在都有那个重建 Brand的那个计划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数位分身 可以预见是明年不见得会完成它 所以还在进展中 明年 我觉得 刚刚呢 他这样有点 有点在告诉你说 什么科技明年要入春了 就说要开始它的一个 比较早期的成长期 所以是刚发展期呢 对不对 所以就值得你去看十年 好 那接下来就是 augmented intelligence 增强智慧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有点提到了 边缘运算吗 对 在这么多的东西的发展之下 我们对于这个analytics的 的这个数据的收集会变得更强 那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强的运算能力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把数据再去做扩增 有点难理解 反正你就是想说这个数据接下来 不会只是单纯的简单的收集数据 它会有一些加值的方式去让它变得更强 他收集到我这项数据 就可以分析出这个数据背后 我的其他思考是什么 我可以这样讲吗 他可以用一些统计学的方法 然后数据加工的方法 去让收集出来的数据能够提供更丰富的资料 人工智慧时代 无论如何 其实今年夯明年会更夯 什么时候会不夯呢 就大家都不在谈的时候 人工智慧已经在我们社会的周遭 已经生存得非常好了 我觉得如果Digital Twin建完的时候 人工智慧就数据分身 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我们就已经可以预测 它已经像我们呼吸一样正常了 对对对 我们可以预测地球里面 那时候可能100亿人 100亿人每个人的下一秒 要做什么 对那就已经下课了 好 接下来 这样说起来 我们其实边缘运算 这也已经谈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来谈 东南亚的本土产业跟电商之间的关系 会因为他们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而让东南亚的 其实我觉得是各个产业都出现不同的面貌吗 一定会嘛 你看中国 就是说中国过去这二三十年发展电子商务之后 哇那个面貌全非啊 对所以一定的嘛 就是说东南亚这种后发的市场 它挖跳之后 你一定是可以想象说 从本来落后 然后到超前 然后领先这样 就到一个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境界 你现在所看到的东南亚 因为电子商务的发展 它在哪一些的这个产业领域 是加分的 哪些产业领域很明显看到 它可能就面临了一个 可能 你知道很可能就变巷口杂货店的那样的病运 你知道吗 就是其实我们在想电子商务 在那边其实 其实不是电子商务 比如现在在印尼 影响这个经济的模式的发展最大的 是Gojek 那个摩托车Uber OK OK 所以 就是说印尼因为他们 那个大众运输不是很发达 我相信在越南恐怕也是 也是一样对 所以呢 他们发展出来一种模式 就是这个 叫摩托车来载你这个模式 这个 这个行业呢 它是在过去就已经原始存在的 原始存在 对 就他们的计程车其实就是摩托车 摩托车 对 它叫原本叫Ojek 变成数位化叫Gojek 所以用 就是摩托车界的Uber 对 那现在比如像印尼的Gojek 这本来就是一个独角兽了 它的旗下有将近一百万的摩托车的司机 那这个就整个彻底在改变整个经济模式 比如这些摩托车司机也可以来送餐 送货 帮你送洗衣服 所以它的这个最后一礼就从 我们想象中最后一礼本来电商是用邮局嘛 然后后来邮局用完再去用黑猫 用这个快递公司 现在不是像印尼这个土生土长起来的是摩托车这样子 因应的是当地的经济 交通环境的情况不同 对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这一百万的司机有什么共同的需求 又会变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比如说他们都要保险 比如说他们都要开始收入 有收入要开始理财 但是没有银行因为他们都是低收入户 所以去提供给他们这种线上理财的工具 然后再加上印尼其实他们的分行设置是非常非常不普及的哦 全世界分行普及的国家很少 像台湾这样很少 印尼基本上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 就跟印度啊一样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完全就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它现在整个数位的经济是从gojack的这个模式 跟这一批司机中开始长出来的 所以你说想象给它二十年的发展会长出 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看中国 觉得中国的很多数位都是从微信发展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模式 会不会未来长那样 在印尼可能就长完全不一样 它是从gojack这个经济去长出来 所以你不到当地你没有办法看到当地真正的需求变化在哪里 对不对 或是说我们这种先发经济 有时候会用我们发展出来的模式去觉得说 所有人都会走过这个模式 可能不会 其实不会对 gojack会到越南或柬埔寨吗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两个国家 因为我去过我知道他们的摩托车大队是多么的惊人 gojack刚刚去 但是其实grab在那边已经建了一个摩托车大队了 所以你看真的 可能在全世界的那一种平台 你到了当地就会有当地化的一种变形的形态 然后你如果不用那样子的一种形态呈现 你硬要推你的模式 那是不会成功的 不一定会成功的 就是说当地有一个当地生态系最适合的一种原生模式 好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今天呢 这一个Jimmy带来的新创推荐是 D-E-X-O-N 你们怎么念啊 Dexon Dexon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传号 到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每个月一次的陈鑫 现在还是两个礼拜一次 努力两个礼拜一次 但比较难 我们尽量 每半个月或者每一个月 然后看Jimmy的时间来订的陈鑫会 那么今天呢 林志诚Jimmy要为大家介绍的新创公司是 Dexon 它其实不是一家公司 D-E-X-O-N 对 它其实是一个公链 哈哈 公应链的还是公 公共的区块链 公共的区块链 好 也欢迎脸书上面的朋友 一起来看直播这样子 好 就是呃 因为之前在讲云端有分 公有云私有云嘛 是 那现在链 大家觉得也是一种infrastructure 也是基础建设 也是一种基础建设 所以现在区块链 大家也会去分公链跟私链 就是说 如果它是一个在公开的分散式的 呃 只要任何人去implement这个通讯协定 就可以加入这个链的 它就是这种公链 所以它就不需要自行发展一个运算的机制 可以这么讲吗 通常它自己也会 呃 发展的那个组织 它自己也会有一些node的啦 有一些运算的节点 嗯 但通常它是要做一个分散式的网络 所以它会希望绝大多数的节点 不是它自己控制的 OK 那所有的私链就是像什么R3啊 IBM的这种什么Hyperledger 嗯 他们就是 哎我所有的链其实都我自己 所有的节点都是我自己控制的 所以跟我自己的网络发展有关 跟我的区块链发展有关 然后别人要加入 其实除非你加入我这样子 对要我认可 那这个就其实这个在区块链发展 大家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区块链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 那怎么会有人run了一组私链这样 不管反正这个Dexam是一个公链 嗯 好那 坦白说我觉得公链私链谁会成功 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就是跟之前有龚有云私有云嘛 然后大家就去炒说龚有云私有云谁会成功 这样 Anyways 好那Dexam他是一个公链 他其实不是一个新创公司 那他背后要创这个公链的公司 他未来也不会是一个公司的体系 他会是一个基金会的体系 是一个台湾的团队 那这个主要的创办人叫做Popo Chen 那他是一个蛮有名的创业者 之前就是17直播的共同创办人 所以他离开了17直播之后 现在加入了区块链 他已经离开17直播了 他离开一阵子了 OK 所以他是一个 也是台湾创业圈的一个神奇人物 传奇人物 他在加入17 然后在17蛮成功的时候 他就退场把他股权卖掉 然后又去创了一个叫Cobin Hu 一个零交易手续费的比特币交易所 然后现在又给予这个经验 现在要去创一个公链 那全世界大概目前啦 公链大概能够算得上卡的 大概就是10条20条而已 公链公共的链 对公链 10组20组网络 能够在全世界稍微大家觉得说 他是成功的公链 那台湾基本上过去这10年区块链的发展 有一些人尝试要做公链 但是非常少 因为做公链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难在哪里 难在 他不是你一家公司做成功就好了 你做一个公链 第一个你要怎么样让很多节点 愿意来run你这个公链 他要相信你 对他相信你 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公链run起来之后 上面的应用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让这个应用的 组织愿意来用你这个公链 去做这些应用 所以他要推展的需求 是两层的 第一层是要有公司愿意用你的节点 不是公司 通常run节点的不一定是公司 OK 就是要有一种特殊化的需求 然后来run你的节点 所以你要有人run他 然后最后他必须推广出的那一个 可以解决消费者需求的消费者愿意用他 消费者在有开发上愿意用这个链去开发应用 然后这个应用又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对所以他是两层的推广 两到三层 对对对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台湾过去这十年来 基本上没什么团队尝试过 那所以在台湾有一个团队要尝试做一种世界性的公链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研究的 他什么时候开始成立这个Dexon 然后目前的进度如何 Dexon大概 他从想开始做到现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Dexon目前的这个测试版的链 应该会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会上线 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说这个测试版本 所以他其实到目前为止只是有计划 第一个有计划 第二个可能他有足够的技术 然后第三个是他可能已经把一些 这一个运算的一些基础设置好了 但还没有真正的去到市场上面 市场测试 当然他们内部一定有做一些测试了 但是你说要一个公链的测试版要上线 我一旦测试版要上线之后 我就要至少要去找10个20个30个50个节点来run 我要做到那个程度 其实他的开发的 要开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他今天这个Dexon他要做的一个公链 并不是过去的公链的一个复制版 其实像市面上有很多公链 像比如说莱特币 他基本上当初就是把比特币的这个 程式码复制一份 稍微改一下就上线了 那这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以太坊当初的程式码 也是从比特币的程式码复制出来之后再改的 以太坊就是比较有名的公链了 基本上是现在最有名上面可以run 智能合约的公链 那所以今天这个Dexon 他想要run的这个公链 其实大部分的程式码 不是从人家那边复制出来的 所以他要开发的整个这个我们所谓的 程式基础 这一整层的这个程式的码的内容 其实是很多很多很繁复的 那所以现在我分两部分 所以全世界最最好的 然后到目前为止最有名的公链其实是以太坊 对不对 就是说能够run智能合约 然后大家最多人用在就是以太坊 因为他先从以太币开始开发期 对 然后运用期对不对 然后现在已经运用到各式各样的这种需求 你刚刚提的智能合约这些等等的 不同的智能合约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说在百分之八九十的ICO 都是透过以太坊上面去运行 所以我发了一个token 它其实是运行在以太坊上面 好 那以台湾现在要做的这个DESON 它要全部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程式码 那必须愿意的人都要相信你的那个程式 因为我不见得真的百分之百了解哦 所以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勇敢的挑战 就是说 真的 在我们台湾 然后大家传统上讲 就是比较比较不世界化 然后比较不会去做这种世界级的基础建设 有点像说当初我如果在台湾 我发愿我说我要把AWS盖在台湾这样子 我们在台湾里的东西 在台湾上 可能就在台湾上 那三个月没见了 我们在台湾里的地方 我发现了 我们uffy 我们认识 我们有的